Let's go 大家好這是PR哥哥 今天這支影片要跟大家討論的 是讓你越減越肥的溜溜球效應 我們廢話不多說 就直接給他看下去 溜溜球效應指的是你的體質 跟你的體重就像溜溜球一樣 一直上上下下的跑來跑去 那他最常發生的其實就是 你用錯誤的減脂方式 導致你的肌肉量啊 代謝 荷爾蒙之類的全部都出問題 然後讓你之後負胖的 甚至比減脂之前還要的胖 所以今天主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如何用正確的方式減脂 還有在你減脂完之後 應該要怎麼樣去控制 才可以避免溜溜球效應 那減脂的第一大誤區就是 你根本就不該減脂 那我們體脂率高呢 有可能是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你的體脂肪量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你的體脂率會偏高 那第二就是你的肌肉量偏低 所以造成你的體脂率 看起來會比較的高 那假如你是肌肉量偏低的人的話 我這時候就會建議你不該去減脂 反而是要增肌 因為你在增肌的過程中 你的體脂率就會跟著慢慢的往下掉 要是你的肌肉量已經是低的人 你還硬要去減脂的話 其實你的代謝本來就是低的 所以你會減起來很痛苦 而且身體會比較不好 會容易生病 減脂的第二大誤區就是 你吃的太少 導致你的代謝下降 這是很多人會犯的錯 因為他們會想要一個比較快速的減脂效果 所以就給他吃的很少 但是要是你減脂期間 你長期吃的太少的話 你的代謝會很容易的下降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研究 他們就是顯示出 你用非常低卡的飲食 三個月之後 你的體重雖然有下降 但是你的肌肉量下降非常的多 所以導致你的代謝也明顯的下降許多 而且在之後恢復飲食的5個星期 它的代謝還是一樣的低落 那這樣子就會讓之後的負胖機率提升許多 所以我個人的話會建議你 一開始 假如有算你的TDEE的話 你的熱量攝取大概就在80%左右就好 不要長期的低於80% 不然你的代謝會一下的衝下去太快 那你的體重下降速度 我會建議一個星期大概從0.5%到1.2% 你的總體重就好 所以假如你是100公斤的人的話 你大概一個星期就下降個0.5公斤到1.2公斤 所以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數據 減脂的第三大誤區就是 你的蛋白質吃不夠 導致你的肌肉量下降 那肌肉量對於我們要有好身材 對我們的健康跟減脂效果 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通常的話會建議你可以吃到體重 乘以1.6到2.4克的蛋白質 那我會建議你真的可以認真去算一下 你的蛋白質攝取 但是你假如還是懶得算的話 也可以用手掌的大小來做判斷 比如說你就一整天大概吃3到5個 手掌大小的瘦肉 要是你是裹小手的話 可能就要吃到6個以上的 手掌大小的瘦肉 那這一個蛋白質量的攝取數字 會依照你的訓練狀況 依照你熱量的攝取 還有依照你生活狀況去做調整 比如說像是我最後的減脂期間 我把我的飲食熱量攝取 從2500降到1800 然後我一整天可能練個兩次 所以一週可能練個15次到20次 訓練量非常大的話 我會把我的蛋白質攝取量 提高到2.8到3克的 我的體重的重量 那雖然有蠻多研究有顯示出 你吃超過體重 乘以2.4克以上的蛋白質量 其實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對於減脂來講 還有對於保護肌肉量來講 但其實吃多一點蛋白質 對於你在減脂期間的飽足感 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其實蠻多人都會吃 超於2.4克的蛋白質這個量 你也可以試試看 減脂第四大物需 就是你的運動方式錯誤 那我這邊直接排出一個 從最爛到最棒的運動方式 那最爛的話會是過度訓練 大於完全不運動 大於只做有氧訓練 大於重訓 大於重訓後有氧 大於重訓跟有氧分開來做 那前面三個是非常容易 會造成你的肌肉量流失掉的 三種運動方式 尤其是過度訓練 它除了讓你會很累之外 它也會讓你的整個荷爾蒙 分泌失調 所以你的肌肉量 會一直直線的往下降 非常恐怖 那重訓跟後面那三個呢 是讓你保留住你的肌肉量的關鍵 尤其你在重訓的強度上面 假如有保持住的話 其實你的肌肉量是比較不會下降的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在減脂期間 訓練量不要給它提升太多 簡單來講的話 就是你做的重量要維持住 但是你的阻速跟次數不用去提升 這樣子才可以比較容易維持肌肉量 然後也不會容易造成過度的訓練 假如你減脂減到一個部分 然後你發現你減脂減不下去之後 你也可以再加上有氧訓練 最建議的方式是有氧跟重訓分開來做 那假如你時間比較緊迫的話 就是重訓之後再做有氧 但是有氧的時間 也不要超過重訓時間的一半 減脂的第五大誤區 睡眠不足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研究 它就是我之前有分享過的 睡不好的組別 減脂效果大概減少55% 這個研究我之前就有分享過 它睡不好的組別呢 其實減脂效果減少55% 減脂效果增加60% 主要就是因為你的睡眠 其實跟你的內分泌是息息相關的 像是胰島素啊 生長激素 甚至你的飢餓感 其實都跟睡眠 會產生非常大的關聯 另外一個很常見的問題就是 使用間歇性斷食 會不會導致你的肌肉量下降 代謝下降 讓你之後負胖的非常嚴重 那這個其實我在之前的影片就講過 簡單來講就是不會 但是假如你想要複雜一點的講法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 以上這些都做到的話 其實減脂減下去不會太困難 但是減完之後要怎麼樣控制 才不會又爆升回去 我這邊也幫大家整理出了一些重點 第一就是你減脂完之後 又回到過去的飲食方式 那其實說真的你之前會胖 就是代表你之前的那種飲食方式 會讓你變胖 那你不管用什麼方式減完之後 你再回去到那個飲食方式 還是會讓你變胖 而且你在減脂完之後 你的代謝其實會變慢 所以你要是又回到過去那種 讓你變肥的飲食方式的話 你就會非常容易 再比以前胖的更多 第二就是我們沒有慢慢的 把我們的代謝恢復起來 然後一下就吃太多 那就像剛剛那篇研究所說的 它會需要五個星期的時間 你才能夠慢慢把你的代謝拉回來 那要是你以前是胖更久的人 然後你減脂減了更久的時間的話 其實你會需要兩個月 甚至到半年的時間 你的代謝都會比以前還要再低 所以這個時候 要是你又吃的比以前更誇張的話 那其實你就會非常容易腐胖 那要讓我們的代謝恢復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你要吃營養一點 研究上面其實有顯示出 比如吃DGI的加上高蛋白質的飲食方式 是最不容易讓你負胖的飲食方式 但基本上呢 你之前在減脂過程中 已經吃非常多的蛋白質了 所以蛋白質量可以先維持就好 然後再慢慢提升好的碳水化合物攝取 或者是好的脂肪攝取 但是也不要一下就吃太多 因為其實在減脂之後 是我們肌肉合成一個非常棒的時機點 要是你一下就衝太快的話 你會錯失這個時機 然後增長太多的脂肪 反而會抑制你的肌肉生長 第三點是蠻重要的 就是你在減脂之後就不運動了 要是你之前靠有氧訓練 一周大概燃燒個3000大卡的熱量的話 你要是減脂完後 完全就直接停掉的話 等於你會負胖的非常快 所以我們的有氧要慢慢的減少 不要一下就給它減少回來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就是 你的重訓的訓練量 要穩定的增加上去 要是你的重訓有持續在進步的話 其實你是很難負胖的 因為你的肌肉會需要更多的營養 那那些營養你吃進來之後 比較不會堆積成脂肪 反而會讓你身材 越來越棒 簡單來講 我覺得一個好的減脂 就是要讓你體脂穩定的下降 不要求太快 也不要讓自己壓力太大 造成之後有這種 爆腹性複食的飲食方式 那我們減脂完之後 就是慢慢的吃回來就好 也不要一下就爆吃太多 讓你之後反而增肌會變得很困難 然後又會溜溜球效應 讓你負胖回去 那最後這支影片 就先到這邊 我們就下次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掰掰